最近这几天大家都在疯狂爱的我一个事件 就是金毛妮妮被某剧组接去拍戏 然后无故身亡的事件 大部分人应该都了解这个事件的经过了 那我就简单概括一下 事件起因是妮妮妈的某个闺蜜 是某剧组的工作人员 她希望接妮妮去给他们剧组拍一场戏 因为是朋友开口 妮妮妈没有拒绝 只是再三叮嘱要照顾好妮妮 这个闺蜜也是满口答应 然后接走了妮妮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一走妮妮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经过 可以去查看妮妮妈的视频 当初妮妮妈把妮妮的事件 发在短视频上只有一个诉求 就是想知道妮妮到底是怎么死的 但很让人费解的是 这个所谓的闺蜜死活不肯说出事情 问就是不明白 不清楚 不知道 是要把妮妮的死因掩埋住 这让我不得不回想起金毛Nano事件 当初Nano的死因也是被人强行掩埋 当真相被扒出之后 才知道掩盖死因 只是因为狗狗是受虐之死 我不知道妮妮是否和Nano一样 我也不敢再发表我自己的观点了 因为我一开喷 必被限流 那我就帮网友转达一下他们的疑惑吧 网友假想问一下这个闺蜜 当妮妮妈再三叮嘱你 照顾好妮妮的时候 你说了多少次 好的 放心和保证 不记得的话 可以去翻一下你们的聊天记录 如果你信守承诺 又怎么会不知道妮妮是怎么死的 还是你很清楚事件经过 但是不能对外人道也 网友已也想问这个闺蜜 当妮妮死亡之后 你的父亲是否很不屑的对妮妮主人说过 不就死了个狗吗 赔你们500块钱得了 网友炳还想问这个闺蜜 你在妮妮主人家门口下跪哭的时候 为什么恰好有人在录像 看你哭得这么惨 这人都不来扶一下你 这人心肠 可能跟你差不多吧 网友丁想问一下这个剧组 为什么之前承认妮妮在为剧组拍戏 后来又改口不承认了呢 要不翻看一下你们剧组拍摄的视频 确认好了再给个确切答案呗 再次强调 以上问题都是我帮各位网友转达的 不针对任何人和群体 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剧组 我只希望有些人摸摸自己的良心 可以说出妮妮的真实死因 抚慰一下妮妮家人受伤的心 也让妮妮不带遗憾地回到汪星 那就好好告个别吧 时光的河 不还留 终于我们分头走 没有 那个港口 是永远的停留 那种 不 感谢观看